Uni 3 Loss Function A Classification of Parameters 在进行最教化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到底有哪些参数会影响整个系统 这个介绍的名词称之为叫做 Parameter Diagram 简称P Diagram 这里面第一个参数称之为叫做 讯号因子Signal Factors 代表是一些可以让使用者设定 来反映他的需求的一个因子 第二个称之为叫做Control Factors 这是一个工程师可以调整的参数 来影响整个系统反映的因子 但在这边他也特别强调说 这个因子你要去可以调整 但是不希望这个调整的成本太高 才称之为叫做可控制的Control Factors 第三类称之为叫做Noise Factors 也就是你这些工程师是没有办法去调整控制的参数 或者是说你要控制它 你要付出很高代价的 它都把它归纳到一个Noise Factors 而整个第四个就是我的输出 Response Why 我们拿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参数 冷气机 这个冷气机第一个谈到的讯号因子 就是使用者它意图的输出 很单纯的 这就是室内的温度 它可以透过遥控器去调说 我现在温度需要是多少 而这个调整的数值就是称之为叫做Signal Factors 第二个对于它的输出 自然就是这个房子里面实际的温度会是变成如何 而对于工程师可以控制的参数Control Factor 可能是这个压缩机的速度 还有设计的进流量出量 以及这一个压缩机的Power等等 那所谓的Noise Factors 就是你使用的过程中到底人有多少 外界的温度如何湿度如何这些都是使用者 或者是一个设计工程师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参数 称之为叫做Noise Factor 而对于Output又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称之为叫做量化的Quantitative Quality 另一类就称之为叫做Qualitative直化的输出 所谓量化的输出 它是一个连续可以被度量的直 那这个是归纳称之为叫做Quantitative Quality 其中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种类 第一类称之为叫做Huang Mu Nominal The Best 例如你设计一个电阻 你希望它这个电阻的值是20kΩ 那它在20kΩ刚好 但是你的容许容差是一个percent 你不希望它太大或太小 或有可能是一个加工的尺寸 这些都称之为叫做Nominal The Best的一种量化指标 第二类是希望它越小越好 Smaller The Better 例如像空气污染 你当然希望这个工厂排放出来的污染数值是越小越好 或者是你生产过程中它的一个不良率 或者是你在这个设计一个微波炉 它微波的泄露率等等 它的设计目标都希望它的输出是越小越好 这属于第二类 第三类就叫做Larger The Better 越大越好 最常见的是你设计一个结构的强度 或者是你设计这个机器的能源转换效率 它希望它是越高越好 那这是正之为Larger The Better 第三类的量化指标 而关于定性的直化的指标 Qualitative Quality的话 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度量的 没有办法用连续数字度量的一个指标 例如像说是不良率 合格不合格它不是连续的 或者是一个更抽象一点的 像说好不好看 好不好闻 例如你设计一个香水 到底客户喜不喜欢 这个没有办法用一个连续的数字度量出来 这就把它归纳叫做Qualitative Quality 还有一类可以量化的因子 称之为叫做Dynamic Characteristic 动态性能 当使用者有一个讯号因子 可以调整它希望的输出的时候 你输出的性能就不会是一个定值 这个时候这个系统我们称之为叫做Dynamic Quality 举例来讲 刚刚的冷气控制 那它室内温度应该是多少 是可以由使用者的温度设定来决定 所以你的系统就要设计 能够follow使用者的设定 这时候它的系统设计的Quality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Dynamic Characteristics 另外还有其他例子 例如你今天设计是一个可变电阻 那它的值也不是定值 但不管使用者设定到哪个值 它期望的输出就是它设定的那个值 像这一类的输出品质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动态输出特性 我们可以用这个图形来说明 对于每个系统 它相当于是一个理想的函数转换 它希望将我的输入的能源 转换成为我使用者所期待的一个输出 可是在事实上因为我的系统并不是完美的 我的能源可能借由这转换过程 一部分转换成你期待的输出之外 还有一部分转换成是你不希望它产生的输出 也就是说可能是不必要的副作用 你希望都是要把它减少的 我们拿汽车的刹车来做说明 汽车刹车是一个油压辅助的系统 那它希望借由人才的深浅 而这就是所谓的signal factor 将我的一压能源转换成为一个 将汽车子稳稳刹停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期待的输出 就是能够将汽车的一个速度减缓下来 可是这里有些是你不期望的副作用产生 可能是你在刹车时候可能产生的噪音 还有热震动 乃至于说你的刹车碟的一个魔号 这些都是你不要的一个side effect 所谓的symptoms 因此设计者就可以透过这些控制参数 这个系统里面你可能控制 选择来历片的材料 选择说这个刹车碟表面的一个纹路处理方式 刹车碟的一个尺寸 乃至于说所施加压力 使得说能够将输入的能源转换成为 将汽车稳稳刹住的一个动作 可是里面有一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参数 这就是刚刚谈到的干扰因子 Noise factor 例如像说使用者踩刹车的习惯 或者是道路的状况 湿的干的 湿头路 薄油路 再来就是当天的天气的状况等等 这些都是使用者没有办法控制的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噪音因子 干扰因子 所以设计者透过控制因子的设计 使得说我能够将这个系统能够比较好的转换效率 将大部分能源都转换成为期待的输出 而将这个所谓的symptom干扰把它降到最低 而我们来复一下像刚刚提到的干扰因子 事实上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的外部干扰因子 以汽车例子来看 它像道路的状况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就属于一个外部干扰因子 第二个是称之为叫做deteration noise factor 像磨耗刹车来厘片用久了后它会磨耗 这一类就是属于称之为叫裂化的一个干扰因子 第三类是叫做制造的干扰因子 因为你制造上面每一个摩擦系数都会不一样 来厘片摩擦系数都会有一个公差 这些就是属于第三类 叫做制造的干扰因子 那对于其他的一些干扰因子 各位可以尝试看看 来想想它到底是属于这三类干扰因子 其中的哪一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